好 天气好冷 台北市有这个父母呢 要让孩子洗澡的时候 能够有持续的热水可以用 所以呢 这个热水瓶就放在浴室里面准备 但是没想到一提起来的时候呢 整个热水瓶全部解体 虽然没有发生意外 但是把这个父母吓坏了 热水瓶一秒变零件 这不是厂商在做损坏测试 而是已经被消费者花钱买回家的产品 提手手把瓶盖分离 瓶身内外全解体 民众破文说自己两年前 买下国内知名厂牌 四公升热水瓶 没想到28号晚上9点多 拿到浴室准备给一岁五个月的宝宝 隔天洗澡用 才移动100公分就损坏 家长心想还好孩子不在 也没装热水 如果撒出来 后果恐怕不堪设想 只说是台惊吓指数跟恐怖程度 双破表的热水瓶 检查水瓶结构发现 瓶身跟上盖之间 没有固定螺丝或连接零件 G1内外货卡 怎么能支撑四公升的水量 求证网友当初买的卖场 公关说去年卖出2000多台 今年初停卖 没听过 课诉前例 也没有看到食品 所以 为什么会断力 可能还要进一步的理清 商品部积极的来 跟消费者做了解 并且去取得一个改善的方式 厂商拿出检验合格证书 表示只是个案 同款的水瓶出产超过10年 今年9月因为厂商停止合作 才停售 不再生产 强调家电类产品 本来就该远离潮湿处 提醒民众 别把物品放在厕所使用 避免意外再度发生 中间新闻 季博士领事红武器杨 高雄台北 采访报道